先讲结论 秃头并不是因为自慰过度造成的 秃头是什么造成的呢 其实呢 雄性荷尔蒙 就是男性荷尔蒙的确 是造成雄性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当然秃头还有很多原因 比如说你清洁不够啦 比如说遗传啊等等的 但是呢 男性荷尔蒙要造成秃头 其实不是 不是只是因为你体内的男性荷尔蒙多 你就会秃头 绝对不是的 自慰这件事情呢 只会造成你体内的男性荷尔蒙 一些非常些微 轻微 一滴滴的这个波动 而且这样波动的气只是 可能一天之内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波动的气 不足以导致你的男性荷尔蒙呢 去影响你的这个头皮的毛囊 然后进了造成你秃头 大家好我是崇明医师 今天要跟大家提到 都市传说三 但打手枪会不会导致秃头呢 OK 我相信呢 其实我之前就有说过一个问题啦 就是我有一个假设 我会这样问我的朋友 如果羊尾跟秃头 就会选择哪一个 在我年轻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说 我宁愿秃头 我宁愿羊尾我也不要秃头 但是呢 现在到这个年纪的时候呢 我就会觉得 我宁愿秃头我也不要羊尾啊 好 所以我相信呢 其实呢 秃头是很多人很担心的问题 所以就有一个都市传说提到啦 如果你太常打手枪的话呢 会导致提早秃头 不要以为说秃头只是一个 中老年人会发生的问题 其实呢 在我的门诊里面呢 我的确遇到很多的病人 他都有提到是说呢 他都有在吃柔配 就是治疗秃头的状况 很多人呢 就是一开始会发现 诶怎么办 发现开始往后退了 诶怎么办 好像上面有一点稀疏了 怎么办 枕头上面的头发怎么这么多 所以他们就开始会担心 会开始吃一些药物了 然后同时也会怀疑说 是不是我太常重欲过度了 好 这时候呢 我就还是要跳出来 跟大家呼吁一下 先讲结论 秃头并不是因为 自慰过度造成的 秃头是什么造成的呢 其实呢 雄性荷尔蒙 就是男性荷尔蒙的确 是造成雄性秃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当然秃头还有很多原因 比如说你清洁不够啦 比如说遗传啊等等的 但是呢 男性荷尔蒙要造成秃头 其实不是不是只是因为你体内的男性荷尔蒙多 你就会秃头 绝对不是的 因为其实像我在抽学的时候啊 会看到很多病人 那个男性荷尔蒙都爆表 因为正常大概就是大概500左右吧 但你就看到我有遇过100 甚至还有遇过1200了 但是呢 人家头发一样还是很茂密啊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啊 其实啊 我们的毛囊很特别 就男性荷尔蒙的 其实就是随着血液 到我们头皮之后呢 他还要经过一个 局部的一个激素呢 一个酵素呢 反正叫做 Dihydrotesasteron 那简称呢 叫做DHT OK 就是这个DHT呢 才是真正作用到我们 这个毛囊细胞的 这个真正的男性荷尔蒙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其实据说呢 这种男性荷尔蒙 比我们一般的这种 血液里面的雄性荷尔蒙的强度 还要强上10倍 所以呢 它的作用是非常的强的 所以呢 如果说你这个在 头皮这边的这个激素呢 特别旺盛的时候呢 就算你的男性荷尔蒙 只有少少一点点 它的作用一样会非常的强大 那如果说呢 你这个头皮的这个激素呢 非常多的话 非常少的话呢 就算你体内的男性荷尔蒙 循环的男性荷尔蒙很多 那作用在头皮 造成秃头的这个状况呢 也会比较少一点的 所以呢 这也是柔配的作用的原因 由来 它就是抑制了这个 男性荷尔蒙转成DHT 所以来抑制这个毛囊的 受这个男性荷尔蒙的影响而凋亡 所以来避免这个雄性兔的发生 所以简单来说呢 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自慰这件事情呢 只会造成你体内的男性荷尔蒙 一些非常微微轻微 一滴滴的这个波动 而且这样波动的其实是 可能一天之内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波动器不足以导致你的男性荷尔蒙呢 去影响你的这个头皮的毛囊 然后进了造成你秃头 所以呢 如果你有欲望的话呢 就去做吧 然后呢 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呢 让你呢 变成就是十秃九腹 那在这里就讲一个安慰大家的话 就是据说呢 就是秃头的人呢 就是性能力都很好 那当然这也是一个迷思之一啦 因为呢 就是大家的理论就是说 因为你秃头 所以你的男性荷尔蒙特别多 所以你男性荷尔蒙多 所以你性能力强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这都没有绝对的关系 并不是因为你男性荷尔蒙高 所以你的性欲就会强 你的性能力就会强 那你就会秃头 我是崇文明医师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 欢迎你按赞 分享 那也别要忘记 如果你有想要打手枪的话呢 就去做吧 但是呢 如果你是因为 这叫什么 如果你是因为呢 压力的关系呢 导致你不得不这样做的话呢 那就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怎么样呢 避免自己陷入这个 自慰成瘾的过程当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